日元堂国际万人永度活动 今年迈入第34届 将于9月3日、4日登场 县府在一楼的中庭举行记者会 为活动暖身 由县长林明珍宣布参加人数 今年参加的队伍总计有26国 1813队 共20718人 包括前总统马英九 也将第三度挑战 林县长也怕明年邀请县府团队主团参赛 让活动更加耀眼 日元台湾国际万人永度活动 即将于9月3日、10日登场 县府特为在一楼中庭举办记者会 首先由林县长 谢英文陈淑慧 林芳宇 中华民国成人拥有协会 理事长许东雄 普里、实际招勇会会长林灿蔡等人 一同将舞台前的巨型爱心大气球 拉开无名秀哥肉 从大气球中走出并告给 20718的数字 与林县长等人郁同宣布 本届参赛人数会 也进行乐舞表演相当吸睛 林县长支持时表示 马前总统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 首次挑战日月谈永度 协认后于7月29号 在南投完成攀拔五座海拔 3000公尺以上的荷荒北风 8月24号当日完成登上玉山祖风 这是更恶度方面挑战今年的万人勇渡活动 未来兼带领县府同仁组团勇渡日月腾 体验南投自己办理的盛事 同时借由活动行销南投 吸引更多观光客来游玩 也活络地方经济 今年又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赛任的马英九总统 他也要在9月4号来参加万人勇渡 他对我们南投县这么好山好水都喜欢到南投县来 我们南投县也因为有这个好山好水 所以能够有这么优美的环境的日月潭来举办万人勇渡 趁这个机会 现在我们日月潭观光客逐渐的在递减中 那么利用这个万人勇渡 能够给我们日月潭还有周边的 这些旅馆还有饮食食品类的农产类的 都能够利用这两天的时间 给这些艺者能够好好的有一个比较好的艺机 让他们来这边消费 希望欢迎9月3号4号来观赏万人勇渡的美景 先元成熟会 林芳云也感谢谢府及世纪招勇会 以及各单位人员的辛劳与付出 随后林县长足以颁发感谢状 给家业水上救生协会 中华民国潜水救难协会 中华民国成人拥有协会 及普里世纪招勇会等协助单位 感谢他们的付出与支持 另外林县长也为连任宣导 抽奖点选中奖名单 今年的约谈万人勇渡活动 分为两天举行 3号为勇渡挑战组 及第二届约谈公开水域 拥有锦票赛 10号这位万人勇渡组活动 共26国2718人将共享胜举 其中包括深圳勇士170位 外籍选手944位 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日月谈游玩 同时为参赛选手加油打气